感動 感動 這次中俄隊野獸 讓我們感覺 我們台灣幫巧思有希望 因為這次的比賽是 所有的棒球比賽是 強度是最高的 也看到了世界棒球 然後 就是 我們可以跟我們一起的 加油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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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灣棒球是有 是有機會的 因為第一局就有那個chance來了 那我都在找我能去攻擊的球去打 那 還是一樣就是 一樣就是用一樣的攻擊策略 那剛好也有選到一個保送 就覺得 還是做我自己會做的事情就好了 對 雖然比數有落後 那我們 休息室的氣氛是 到最後大家都不想放棄 那 每個打戲 我們都是 很珍惜這個打戲去做攻擊 所以 那個打戲也是 就是 我不管分殺多少 就是 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後 就去擊球這樣 維持隊有沒有 因為球迷都很多 留在現場嘛 那我們 也是因為 球迷的加油生 我們就是 到最後我們都不想放棄 因為他們都進來為我們加油 而且都是在台灣打 那就希望把這個 怎麼講 呃 其實我們雖然這場輸了 我們之後還有三場比賽要打 所以我們就是 呃 去 去做好我們一件 準備這樣 比賽前有做禽獸 但是比賽之後 覺得巴拿馬的打折 他們每個 攻擊慾望跟殘兜性 還有速度都很快 他就覺得 嗯 就是蠻 蠻有企圖性的 一支球隊 很不一樣 因為 自從集訓 然後 關班認識再開始 就是慢慢有找到自己的節奏 因為 呃 可能一開始有著急 然後 因為也是一級賽事 難免會有一些緊張 然後壓力也在 那 那 第一次按打出來就是蠻 心情就蠻輕鬆蠻踏實的 對 寶貝要跟你講什麼 你說現在 剛剛嗎 或者是賽前 賽前沒有欸 對啊 就是他就 之前 跟他通過電話之後 就沒有在聽 那時候 就鼓勵我啊 就 平常心 神經打得了一點 這樣子去打 對